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客体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的一本书叫做谈病说痛 在受苦经验中看见疗愈 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这本书的编辑 师尊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先跟听朋友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其实心灵工坊就是我们 大家看我们出版社的名字叫心灵 其实很多事情 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心灵的感受是很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掉这一点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病痛 生病其实也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经验 所以这本书叫做谈病说痛 其实大家看病是需要谈的 痛是需要说的 什么叫做谈 什么叫做说 其实这背后就代表说 任何的病痛背后其实都会有它的故事 那我们其实透过这个故事去理解你的病痛 其实你会看到病痛带给你人生不同的视野 甚至务实一点 你也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在面对病痛的时候 不管我是生病的人 我是医疗人员 或者我是旁边的照顾陪伴的人 我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受苦受病痛的这个人 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这本书的出版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是一本 这本基本上也是我这个作者凯伯文教授他的算是一本相当经典的著作 是 因为我看你们这个书的封面就写得蛮好的 在上面就写说 在关系中看见病痛的本质 然后在苦痛中明白医治的真谛 对 对请说 这个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说 他背后的这一句话的含义呢 好 其实我们先讲第二句 在苦痛中看见医治的真谛 对 我们现在 谈到医生你头脑会想到的 他就是一个执行医疗技术的人 是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doctor 是 doctor就是 这个在某一方面的学问很好 然后他可以用这个学问来帮助你什么 这样子 可是其实在古代所谓的医治人员是什么 他是个healer 就是一个带来疗愈的人 是 那至于用什么方式可以为你带来疗愈 他不是限于只有吃药啊打针医疗技术的 对 远古的时候甚至包括了巫术 嗯 是 大家也许还有一些 也许老一辈的人还有这种印象 就是医生提着一个 他的一个装备箱 然后到家里面去为你看病 对 其实他到你家里的时候 他不只要帮你拼诊啊 然后问你病情啊 甚至看看你家里的环境啊 卫生状况好不好啊 然后你们家里的气氛怎么样啊 其实这些都会影响人的病情 嗯 病痛绝对不只是一个生理 当中 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人的苦痛经验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说原来医治 要医治的不是那个病本身 我们到底要医人还是医病呢 其实现在医疗 现在医疗体系 大家看到我们龙肿啊台大 他们的医疗体系 他们某种程度上都会把焦点放在所谓的医病 我把这个病字 病就是一个恶魔 我把这个恶魔杀掉 对 重点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讲 是 重点是我这个人要过得安心 过得开心 过得舒适 好 那如果说大家看到很多癌症的病人 他被很多化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结果真的半年 一年一年两年到最后还是走了 对 有时候你会从头回过想这个事情 那既然都是这一两年 为什么不让他好好的舒舒服服的 是 慢慢的过去这样子 对 这就是说我们真的当说 我们眼睛如果看到的是这个人的苦痛的话 嗯 那才是医治的真谛 这是我为什么写 在我们为什么在这边会写说 在苦痛中明白医治的真谛 医疗是要医人 对 或者是要医病的 对 重点是要让这个人变得更好 那如果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观念叫做什么与 比如说如果癌症来讲 那与癌共处 与我的疾病共处 我可以把它当成我的 反正就是我身上的一个状况 我可以跟他相处得很好 嗯 一定也非得要把他弄得把病打得死死死的这样子 是 对对对 那另外一句话在关系中看见病痛的本质 其实我们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假如说一个医生到家里面去 他看到家人的相处气氛 也许他就会感觉到说 其实很多的疾病的痛苦 会因为你做到环境的人的互动 那个苦痛的加剧 你是不是觉得受到知识了 还是觉得一直受到奚落 或者说你家里的爸爸妈妈长辈 就告诉说 叫你早点睡都不早点睡 然后叫你不要吃炸鸡 你就是吃炸鸡 难怪你现在一直发酷 什么样子 是 可是我工作很辛苦 工作这么辛苦 然后而且像我自己来讲做编辑工作 我们常常都很晚才下班 可是你真的要我早点睡 搞不好我要换工作 这是何等知识体大的事情 对那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处在这样一个关系脉络当中 我们如何重新理解 我的生活形态 我跟周遭人的关系 跟我身上带着的某些病痛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 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那这个整体的考量才有办法帮助我们 就像回到跟我们刚刚讲的 帮助这个人的苦痛可以减少 而不是纯粹一个很机械式的 只是针对病况医病的这个措施而已 嗯哼嗯哼 是 对啊 因为我发现这本书其实就是有谈 就是好像 好像让我们比如说 病痛这件事情 不管是比如说头痛啊 或是哪一个病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现象而已 对对对 对没错 其实书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举得蛮生动的 嗯 它说有一个人啊 他大概40岁左右 有一个中年男性 对 然后他是一个律师 嗯 突然气喘病发 对 他从来不会气喘 但是他其实气喘病发了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那个 就是医生啊 对 也算是胸腔器管 这个这方面的权威 嗯 然后医生就告诉 就给他开药啊 累过醇啊 什么什么什么 一次给他弄 结果一直都没有效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那个 这个医生 那个病人的太太就说 我是不是应该也要看一下 心理医生啊 或是看一些其他的 不要只看那个 那个生理上的医生这样子 结果那个医生他是权威嘛 对 不用去看精神科医师啦 不用去看 那个做心理治疗 那些都没有用 嗯 结果到最后 经过 一年两年 病情都不好 对 然后 到最后 因为这对夫妇 他就一定会去找各种 包括中医啊 针灸 各种医疗疗法 他都要试 到最后终于还是没办法 那我们就找个精神科医师好了 对 你想到就在做了心理治疗之后 嗯 大概半年 诶 病竟然就好了 然后 而且往后 就再也都不需要再用任何 他长期在服用 为了抑制器权的这个药物 是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说 这个男生 他在发病的前几天 对 他做了一场梦 嗯 因为他是一个律师 压力很大 可是他的表现不是很好 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要有出席 因为他的岳父会嫌他没出席 对 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出席 那这个压力压在他身上 是 然后工作的压力 然后他有一个孩子 孩子又有一点发展失患的问题 嗯 然后跟太太的关系也很紧张 对 他太多的压力压在压在身上 到最后再晚上变成了一个梦 他梦在晚上那梦到在法庭上面 是 所有的人都在指责他 然后他就吓得基本上喘不过气 然后这时候那个法庭就突然起了大火 对 然后又火烟嘛 对 烟就会让人家咳嗽嘛 他就咳咳咳咳咳 他就咳起来之后 就发现一咳他进行了 哦 他这个气喘开始发作 对 一直咳 这就是说梦里面的那个精神压力 带动他的身体上的咳嗽 然后咳嗽带动气喘的发作 他清醒了之后气喘就好不了了 就一直跟着他了 对 他发现说他经过的心理治疗 把这个心理的压力 然后呼吸的关系弄好之后 甚至到最后他还真的 就是转业了 他就没有再当律师了 他跟一个兄长开始去做生意 然后做得也不错 对 他做得比较轻松的舒服的生活 你发现他的病就真的没有了 嗯 那换句话说 他有一两年的时间 一直大量的在吃什么类固醇 吃什么那一类的药 这样说真的 你事后想起来都白吃了 哈哈哈 主流的医疗的介入都是 当然我们讲这个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那我以后我自己都去做心理治疗 哈哈哈 并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病还是要尊重医生 在生理上看到你的现象的介入 但是凯博文医师写这个谈病说痛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任何的病痛 他绝对不只是一个生理上 身体上的状况而已 他跟你本身的生活的处境 你最后的文化的脉络 跟你重要关系的人 包括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 你的妻子 或是先生 然后或者是你工作上的上司 或者说你的朋友 然后还有甚至你生活的形态 你这个地方的天气的环境 然后整个社会上在发生的 各种新闻事件 其实全部都是跟你的病痛是有关系的 这个环节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要求说 医疗的人员一定要把你照顾到每个环节 这个实际上在现实上也不可能 可是身为病人或是身为陪伴者的我们 我们就是要意识到说 我们不是只有医疗的措施 才是让我们面对病痛的唯一的办法 你必须在很多方面去做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在这边说 才会说要谈病说痛 因为刚刚我讲的这些例子 你可以发现说 在讲病痛是核心 可是背后其实都是有一连串的故事 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 是是是 没错 因为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听众或是读者有时候会 就是你知道 比如说好头痛好了 对不对 然后可能好 那头痛可能 可能就看我们可能讲 可能你可能有什么事啊干嘛才会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不小心 好 就是好头痛就吃止痛药好了 对啊你知道就养成习惯以后 那个那个对 比如说本来心理的一些状况就 然后越吃 然后好像怎么奇怪 怎么越来越越没有笑干嘛 然后就在那个循环里面 那我发现这本书里面背后 他还有讲一个慢性病的这个概念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 他在谈这个慢性病到底是要怎么样去看待它或是怎么做呢 好其实慢性病跟急性的病 它有一个在面对上的那个态度或哲学上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急性的状况 比如说你现在突然出了车祸 然后撞到一只脚 你要赶快去把你的脚扶起来 对 但是必须马上处置的事情 可是慢性病基本上他不会马上杀死这个人 他真的要过了好几十年他才会让 让这个人真的失去生命 反正就要说 面对慢性病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不是要把慢性病完完全全的消除 而是要让这个人懂得如何待病而活 这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二篇序文 李维伦教授他所用的一个词叫待病而活 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讲谈病说通 为什么我讲说我们到底是医人还是医病 你如果为了医病把人搞得生活很没品质 很痛苦 那我们可能要问说那我医这个病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我可以如果说我们重点是让这个人过得好 过得舒服一点 让你的生活品质可以提升 那就算有一个病痛在身上 那他只要你按时的比如说高血压或什么 你只要按时的记得吃药 基本上你就可以大体上维持得还不错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过起来更有尊严 这是为什么 所以在这本书它比较偏重在所谓的慢性疾病的一个治疗 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慢性疾病它因为它没有马上立即的致死的危险 所以它跟我们生活各个环节的那个互动关系都是更深的 重点是大家要取得一个平衡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把那个疾病杀死 我搞得生活都不好 换句反过来说 我如果经过我生活的调整 也许我改变我的饮食习惯 也许我真的去辞要一个对我来讲真的是压力太大的工作 那这都有可能才是真正让我的病情得到缓解 真正的原因 对那这是慢性疾病跟急性疾病的一个最大的差异 所以慢性疾病更可以彰显出我们要医人而不是医病的这个最核心的精神 所以这本凯伯文教授他写这本书 我想是他在他前壮年的时候的一本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材 还会把这个焦点放在所谓的慢性疾病的身上 是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认识很多那种中医师 然后就发现他很多病人其实到最后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病 都是心理的或是情绪上的状态 甚至想要找医生聊天而已 没有然后你知道我觉得就发生了有些医生就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把你治好你怎么又来了 是啊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说什么中医调身体 中医调身体 对 大家都很常有这种经验嘛 是 那你调身体就要吃好几个月的药啊 嗯 吃完之后其实你也不是很确定 那到底是真的有效还是没有效 是 因为有些人对他来讲很有效 嗯 那有些人对他来讲就是说 他生活就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步调当中 是 你这个药再怎么有效 马上都被你的生活的不健康的一些状态给打回来了 嗯 那这个再怎么调基本上效力都有限 是 所以我们其实看待病痛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观点 绝对不是只有看到身体然后药物啊 对 医疗措施这样子 对 嗯 没有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慢性病或是一个状态 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有时候 诶知道了 然后你看有时候要很难 或是周围的人你知道就很难去 所以呢我想 对我想应该请他们大家来好好听我们这一集节目 或是好好看这本书 那个谈病 谈病说说痛 然后心灵工坊出的一本好书 谢谢四尊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